好 回来讲一讲俄乌战争的事 又讲战争了 有些人说每天都讲战争 近这几天真的有讲 因为有一些发展 就是俄罗斯他们的军方 就是邵伊古国防部长 下令俄军撤出赫尔松市 其实就是整个蒂列百河的右岸 左右是怎么分的呢? 其实也叫西岸 河向哪个方向? 面向河口的位置 如果用俄罗斯的文化 怎么分左岸右岸就是这样分的 左边就是左岸 因为人的面向是有关的 就是出海口 或者出海口 总之这条河的流向 你和流向是一个方向的站 接着 你的左手边就是左岸 右边就是右岸 其他地方通常不会这么说的 就是说东西岸 那第二百河西岸 就是右岸 它是会撤退的 但是当然 在乌克兰方面说 这是假撤退 这是假撤退 实际上没有离开过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的部长 他就说 我们在左岸再整条新房 左岸其实也是哈尔松地区的一部分 但是那个地方就不是哈尔松市 哈尔松市就是右岸 就是西岸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 苏罗维金向邵伊古回报的时候说 现在就不可能在哈尔松市 和在帝列巴河西岸其他地区 就补给 因为乌克兰是炸了一些桥 他说经过全面评估之后 就作出相关的建议 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 那当然 俄罗斯没有船保级吗 其实如果要保级是有得保级的 那我的看法就是 这个不是百分百真的撤退 这是我的看法 不过当然 现在俄罗斯那边就公布了这件事情 我就认为这个是假撤退 其实就是 不过邵伊古就这么说 他就说俄罗斯军人的生命和健康 向来都是首要的 这个我就觉得他吹嘴不抹嘴 就是 有证据的了 其实就是 俄罗斯军人进入乌克兰之后 吃的东西就是过期的军需食品 那些军用食品是过期的 那你为了俄罗斯人的生命和健康 是首要的 就是俄罗斯军人 还有 现在 那个 Wagner Group 那个 现在很瘋 就是Wagner Group的老闆 他说的是越来越瘋 现在他在做什么呢 就是他们训练了那些新兵 如果那些新兵不向前冲 他一转转走的话 就立刻军令如山 杀了那些新兵 现在是说这些东西的 就是你做逃兵 立刻枪毙 现在大波领浪 不好意思 Youtube的问题 我今天才有时间和他交涉 或者我今晚晚一点才会做 多谢罗友 你发了一些截图给我 有罗友发了截图 有罗友发了截图 我会慢慢发给Youtube那边 因为其实还有其他要做 我现在桌面上 有一大堆工作要处理 做完直播之后 基本上 我可能要到夜晚才可以吃第一餐 所以 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很麻烦的 Judy Kwok 说 这件事发生在上个月 那 哦 就是他那个学校的那件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学校的教师 那些校长都是压史的 不好意思 就是 你说真的 明明有伤黄线 你上人之前 上人其实都不是真的合法的 说真的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兜个圈 是吧 不过现在 拆开了话题 现在回来说俄罗斯 俄罗斯声大大 他就说要考虑平民的威胁 批准撤军 我认为他不太相信他会撤军 我认为 现在 乌克兰方面也不相信他 如果你说俄罗斯撤军 为时尚早 当乌克兰的国旗 再飘扬在喀爾松的上空之前 在谈俄罗斯撤军是没有意义的 那乌军就会按计划继续做 那 看到现在的情况 究竟会怎样呢 俄乌战争 没有那么快远 现在 中间有很多变数 但是 我认为现在是有很久打的 那 当然 习联司机他有支持 刚才我们说了 习联司机的顾问 现在习联司机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我看到媒体就很开心了 就是听到 会撤军 是吧 但是我们的情绪 一定要克制的 这样 他也说了 就是 赫尔松 卡霍夫卡 顿涅茨 和其他城市的解放 就会来自我们努力的结果 我们国防的行动 那些行动 是现在进行的 我们还有一些正在计划的行动 乌克兰也说过 就是 俄罗斯是会假撤退 然后就将 这个巷战就执行 那 其实 这个 乌克兰的陆军上教 这个 这个 俄罗斯坚科 他就说 直到昨天 就是 乌克兰的军方一直追踪俄罗斯撤退的迹象 但是 他们是不相信俄罗斯军方是打算完全撤出 特派尔从事 和 蒂列伯河西岸的俄罗斯桥头堡 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也是相信乌克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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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迹象是看到他们撤离的 俄罗斯也炸了一些桥 其实双方都有炸一些桥 看到的事情就是 这个俄军就离开了人口比较多的中心地区 看到还有一些士兵就留在那些人口多的中心地区 可能是做掩汇也好 或者做之后航战也好 现在不知道的 现在他们在观察中 还有就是 行动性于雄辩 就是这个 这个 不是普京 扎尼斯基的顾问 他说行动性于雄辩 我们就 没有看到俄罗斯不战而退的迹象 而且 还有一件事就是 最初 但是普京拒绝指挥官说要撤退的要求 这个只是传出来的 究竟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普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也很有趣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普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因为整件事很奇怪的 就是 你现在占了一个城市 但是 其实 你说 没有一个補级 我是绝对不信 一条河其实不是很阔的 你说 我怕補级的时候会有人炸 我又 不是很觉得 因为 其实俄罗斯 它有很多 可以 就是 搭那些临时桥 那些 那些船 这个在 中东战争 就是 因为 苏联那时候 都是有 提供一些 军备的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候 苏联那些船 是可以很快 应该不用一个小时 就可以令到 埃及的军队 由苏伊士运河 一边去到另外一边 其实就是 很简单 它们的船 就这样 不知怎样 有那些 应该是油压的 擠开它 就弄成一条桥出来 很快 然后 坦克车也能通过 那你说 补给不了 我就是绝对不信 就是这一件事 但是 你说 会不会有很大的代价 就是这样做出来 可能 这个 乌克兰方面 又会炸他们 这样的桥 那 我又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 你要想一下 乌克兰它可以用什么 来炸那些浮桥 那些 当然是用 那些导弹 那些 或者炮那些 但是 有其他防空系统 那些 炮弹那些 是挡不了的 事实上 炮弹是挡不了 但是 那些浮桥 你可以放在它 你看到 现在有卫星图 你看到它射不到的位置 你就放浮桥 在那里 混一些东西 是不是 还是你在动的 是不是 你在动的 说真的 这个问题 本来理论上 应该不大 是不是 好了 青山桃花麻醉员又说 当欧盟北约的武器 提供宗旨的时候 到时 扎连司机 不想停都不行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是这个可能性 暂时来说很低 我告诉你们 因为 现在 西方 不是这么容易 就会 不给武器 这个 乌克兰 美国方面 其实一直都有给的 那你说 欧盟会不会说 我不听美国人说 暂时看起来 是不可能 暂时看起来 是不可能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 普京在这件事上 的态度是有趣的 可以说是很奇怪的 待会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它是完全没有出声 这次是 这次 在俄罗斯的媒体 你只见到 邵伊古和 指挥官 他说的那些 普京说的 你是看不到的 那 你说撤退 是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其实 当然 但是 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撤退 到现在 看来看去 有些事情 不是很适合的 所以 乌克兰有怀疑 他们是 假撤退 我认为 都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好了 那 说到这里 其实都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回来 我们再说一下 普京在这件事上的 特别的态度 休息一会 如果您可以 请你认识 我去认识 那些 小小小小小的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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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